我鏡頭回到台灣來看到又有淹水了 是高雄六龜 在今天晚上再度出現淹水災情 那麼經濟部水利署 立刻對當地發出淹水二級警戒 當地的新發力晚間一個小時的累積雨量 衝破了六十毫米 也看到山區裡頭連日暴雨影響 到處都淹水 當地區公所已經把和平路的水溝蓋都打開 也持續興建藍沙壩等相關的建設 但是真的趕不上 尤其地底下又有前世溪流 讓居民看到豪魚來襲 很擔心土石流又要衝到家裡來 新發和平溪又在線了 一場小雨又開始了 和平路邊和平溪 這景象從8月7號開始 六天過去一連六天都像這樣 我家門前有小河 上面又帶著土石流下來 下了好多天的雨 土石流都會比較速度 應該是這樣子 住戶那一拿起手機記錄家園變色 位於高雄六歸新開里 山區接連豪雨 土石流衝進大馬路高達30公分高 甚至沿進家裡頭 我家又淹水了 居民苦不堪言掃了又掃 清了又清卻似乎清不完 大馬路上怪獸依舊清理著水溝的淤泥石塊 但只要雨一來 又是泥流滾滾 重褲的雨水又來了 昨天還淹得更高 工程車啊小怪獸還在挖 挖那個水溝的泥土 這兩天每到傍晚 山區就下雨 每小時累積推移雨量 一下子衝破60毫米 水隸暑晚間又針對六歸區 發布淹水二級警戒 居民們害怕 這淹水的情況成為常態 質疑不知道會不會是 排水系統出了問題 希望相關單位幫幫他們 根治水患造成的原因 記者陳立國許成文高雄報導 負責照